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速递 我是曾珍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药文方面 印度尼西亚海军潜水员 上午进入在水底的湿式亚航客机主体残骸 残骸距离上个星期找到的机尾约3公里左右 当局估计大批乘客遗体仍然留在残骸内 搜救部门官员表示 潜水员主要任务是确认残骸内的遗体数目 以及计算整件残骸能否靠气球浮出水面 亦或要由潜水员逐具遗体抬走 另外 调查人员已经开始解读 早前找到俗称黑匣子的两个记录仪 希望可以找到客机失事的原因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卫生部门通报 新增16宗人类感染甲型禽流感H7N9的个案 分别来自广东 福建 江苏 浙江和新疆 患者八男八女年龄在20岁至83岁之间 当中三人死亡 其余情况危重或者较重 内地至今已经共确诊478宗个案 卫生署已经在各口岸实施疾病防控措施 以红外线热像器 仪器来监测入境人士的体温 如果怀疑有个案 会立即转借医院跟进 属方呼吁市民保持个人 食物和环境卫生 勿往活情市场和农场 应避免接触家禽 雀鸟以及其始变等 施政报告宣布延长公务员的服务年限 公务员事务局致函公务员计划在今年年中起实施 延长新入职公务员的退休年龄 文职职系提高至65岁 记录部对职系不论是职级提高至60岁 同时调整对新入职公务员的公积金共款表 令政府的整体财政承担维持在不超过 于薪酬开支的18%左右 另外 公务员退休之后如果希望继续受雇 选拔程序会制度化继续受雇年期 最长为正常或者是指定退休年龄的之后五年 局方又决定推出一项新的退休后服务合约计划 让各部门以合约方式聘用退休公务员 处理一些要求特定的公务员技能 或者是经验的临时职务 至于退休后从事外间工作方面 公务员事务局计划扩大适用范围 涵盖约150个较低级的非首长级公务员级职 而顶薪点不超过总薪级表第20点或者是同等的薪点 港府昨天终于拍板 启德发展区兴建本港近年最大型的急诊全科医院 牵动九龙区公营医疗服务的版图分布 据悉启德医院将于2021年完成首期工程 设肿瘤科中心住院以及日间手术服务等 政府消息透露启德医院首期将提供800张病床 临毗邻该院的儿童医院将于2017年竣工 批邻儿童医院2017年落成实施报告 昨天提出落实新建奇德医院 消息指出该医院将纳入医院管理局九龙中医院的院联网 并分两期新建 第一期于2021年完成 提供肿瘤科住院科及日间手术服务科 第二期的工程尚无落成的时间表 对于医护人员是否应付需求 而消息人士称该院线仍在规划阶段 暂未理定设计的医护人员数目 同属九龙中联网的伊丽莎白医院服务规划暂时没有改变 至于九龙区的医院联网会否重整 仍未有定案 为舒缓建造业人手不足的问题 施政报告宣布将注资1亿元于建造业议会 加强半熟练工人的培训 让他们更快成为熟练工人 此外劳工处会设立建造业招聘中心 专为本地建造业工人提供就业辅导服务 并提供培训课程信息等 加快工人整个求职的流程 涵盖26个缺人工种政府消息人士解释 根据建造业议会早前就建造业人手进行调查发现 未来四年本港欠缺约1万名熟练建造业工人 所以注资加强培训的对象会集中在半熟练工人当中 主要涵盖于去年4月推出的改善 补充劳工计划内明定的26个人手短缺的工种 即扎铁钉板及水喉等 截至到去年9月本港预有33万人注册工人 当中有25万名活跃的建造工业人 关注完要闻来看一下财经资讯 首先来关注一下截至到目前为止港股的情况 港股恒生指数高开后震荡 截至到目前为止恒生指数涨0.12% 涨29.58点 爆24142.18点 国际指数微涨2.88点 爆1208.65点 从盘面上看 蓝筹股涨跌户线 招商局国际涨1.880% 涨蓝筹 内险股上涨 中国平安中国人寿友邦保险等都有上涨 而公用事业股上涨 电能事业涨1.56% 中华煤气涨0.8% 消费股上涨 康师傅控股涨1.16% 恒安国际涨1.49% 而百利国际涨0.77% 在跌幅方面 中国神华跌1.79% 煤炭股今天是领跌蓝筹 12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的余额为122.84万亿元 同比增长12.2% 增速分别比上个月末和上年末底0.1和1.4个百分点 狭义货币M1的余额为34.81亿元 同比增长3.2% 增速于上个月末持平 比上个月末低6.1个百分点 而流通中货币M0的余额为6.03亿元 同比增长2.94% 而2014年镜头放现尽为1688亿元 2014年人民币贷款增加9.78亿元 外币贷款增加582亿美元 2014年人民币存款增加9.48亿元 而外币存款增加1084亿美元 12月份银行兼市场同业拆借和压制压 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3.49% 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84亿美元 全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 累计发生6.55万亿元 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 累计发生为1.05万亿元 汇丰及美银美铃为常识与何黄 世纪重组计划提供550亿元过度贷款 汇丰作为重组的独家财务顾问 会负责当中450亿元的过度贷款 美银美铃则会负责余下的100亿元 两家机构上周三已经签订承诺书 根据重组计划 常识与何黄会合并为常合 接手集团非地产业务 并且分拆一家公司常递负责地产业务 基点报道称 常递为550亿元过度贷款的借款人 用于融通分拆常合地产业务的应付资金 常识与何黄合并方案 为每一股常识换一股常合 每一股何黄则换取0.684股常合 完成转换和注销何黄的股票 常合会取代常识成为常识集团控股公司 之后常合将会合并 扣得常识与何黄全部地产资产 交由常地来负责并会分拆独立上市 内地铁路业国企改革浪潮 外电报道内地最大轨道交通控制系统 供货商中国铁路通讯信号中国通号 你今年来来港招股挂牌 集资额为20亿美元 中国通号近年拓展海外业务 分析员认为该公司具备高铁输出 以及一路一带投资概念 来港上市料反应不俗 报道也引述知情人士称 中国通号上市计划 仍带本港及国内监管机构批准 参与上市工作的投行包括花旗 摩根斯坦利以及瑞银 中国通号是内地铁路通信信号系统 制式标准规范编制单位 总部位于北京 00年与铁道部正企分开之后 于03年成为国资委辖下的央企 可以说是内地铁路系统的重要一员 中国通号官网数据显示 中国通号一年13年的营业收入为134.24亿元 利润总额为14.48亿元 员工人数超过了13000名 世界银行周二发表半年环球经济前景报告 调低全球今年增长预测 虽然增长料由去年的2.6%增加至3% 但是低过去年6月时估计的3.4% 也下调明年增长预测 0.2个百分点至3.3% 该行首席经济师警告 全球经济不能只靠美国复苏的单一引擎 尽管油价大幅向下 但市盈列出多项负面因素 抵消原油成本下降的影响 包括消费和企业信心疲弱 央行难以进一步减息 以提振通胀预期 此外金融市场波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以及欧元区和日本经济长期待滞 也构成了下行的风险 他更担心更多高收入经济体复苏力度不足 及多个新兴国放缓 或者是显示出经济出现结构性的问题 不过他相信美国货币政策收紧 不会导致新兴市场央行将利率大幅抽升 也不会预期出现类似 13年联储局披露退市计划时 所产生的市场震荡 好了 关注完所有的药文资讯 来关注一下香港天气 现在香港的平均气温是在16摄氏度左右 大致天晴 谢谢观看这一节的新闻速递 请留意其他节目